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显示了香港近期动荡中一些媒体的真实面目 本文图片均源自微信公众号侠客道 这一幕被拍下没多久 昨晚 激进示威者在香港权湾与警方发生冲突 危急之下 警察明枪异想自卫 随即拔枪的画面又成了个没报道的重中之重 一些香港媒体和西方媒体 如何在香港煽动民众情绪 片面报道很有趋势时 我们之前也有过分析 这些人为何如此 今天 我们请到了香港资深媒体人区一年 请他谈谈自己的见闻和思考 港媒全方位 多角度拍摄的警察 把枪图展开全文一 那天 香港一幅暴动现场的照片刷了屏 一名琴枪警察守在街角瞄准暴徒 但半百穿着 反光背心的记者却拿着摄影机瞄准着它 那是一个讽刺的画面 也是今日香港传媒生态的真实写照 6月至今的每一场暴动 警察的目标从来都是暴徒 而记者的目标却永远指了警察 他们的美光灯一直在等执法者开枪的一刻 发飙的一瞬 挥棍的一刹 哪管前文后理 前因后果 暴徒之暴可以视若无睹 警察之暴却不能错过 昨天 终于让记者等到警察开枪的一幕 大家明明目击数百暴徒挥五刀 棍 铁枝袭击六名警员 但在警察鸣枪异响自卫后 记者却把焦点转移 怒斥警员为什么开枪 再没人追究 这几百暴徒是如何欲把执法者置诸死地 这几个月看香港的暴动视频 一定会让你衍生许多为什么 为什么暴徒前面总是挡着记者 为什么记者都在阻碍公务 为什么无勉之王可以恶成这样 每个官方记者会都会看到记者队特首 对警队长 不然进行审判是提问 有一回香港电台记者立军雅问了特首 你晚上睡得着吗 问这种晦气问题的人竟立即被捧为传媒良心 于是下回特首记者会又有人喊出过激的疑问 林泰好多市民问你几时死呀 特首记者会屡次被粗暴记者打断这些都不是传媒应有的专业提问 这些都是跟暴徒口径一致的谩骂和诅咒 然而每次出现都掌声雷动 香港记者这种与暴徒同行的风景绝对是全球独有 是的 几个月来我们一直目击穿着反光黄背心的香港记者与暴徒同行 尤其当警察每次推进镇报 记者就会失去的跑在暴徒前面 用摄影机对准每个防暴警察 每其名叫现场报道 说穿了就是保护暴徒 于是市民在媒体上看到的新闻永远是警察镇压 对于暴徒之暴行则既知甚少 持有几家中立的媒体肯拼死记录 对 今日香港连中立都要 勇气 无线电视TVB新闻部就是一例 因为他们坚守新闻的客观和中立原则 结果每次出外采访 记者及摄影师都受到暴徒驱赶极为毒 黑衣人们抢走摄影机 用镭射枪摄像摄影师的眼睛 无所不用其极去阻止媒体进行中立报道 港警被记者围堵在一幢大厦内 二说好的新闻自由呢 许多人会问 香港有言论自由 有新闻自由 香港记者是吴冕皇帝 是手握第四权的社会监察者 作为一个传媒人也曾在进会大学新闻系任教的我会告诉你 那是一个假象 香港记者的素质是你想象不到的惊心动魄 当然 一竹膏不能打落一传人 香港有良心 有素质 有学 有勇气的记者仍是有的 可惜为数不多 否则 今日香港就不会尽视黄媒天下 香港是一个什么都讲认证的社会 做大厦保安员要考保安牌照 做水电工要拿水电牌照 做计程车司机要考的低市牌照 卖保险要考的保险经济牌 唯独做记者 无需考牌 二人行就可以拿个记者证穿剑黄背心横行无忌 什么是二人行 2017年9月 新上任的特首林郑月娥 宣布设立香港网媒采访申请机制 只要媒体有两个人 通常是一名编辑 一名记者 每半年发行一次出版物 所谓出版物没有审批标准 随便印几张纸都可以过关 就可以申请成为合法网媒 采访所有政府活动 即出席大小记者会 相关条例 甚至没有规定网媒员工必须使全职 于是 从那天开始 网媒记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新措施推出之前 许多传统媒体对政府开放网媒采访曾激烈反对 报业工会主席甘焕腾先生就指出 传统传媒有长期表现作参考 十台电子传媒 更受广播条例严密监管 大家必须依照严谨的新闻守则办事 但开放网媒采访后 网上行为无人监管 如何确保传 同媒体与网媒 在同一新闻水平操作 是一大问题 举个实际例子 广管局有守则要求免费电视台 不能播粗言会语 但今日暴动现场的暴徒 一出口句句都是粗言 电视台一做直播 就会犯例 而网上世界无网管 有些网台主持更以粗话评论做招来 于是 这些暴徒故事 网媒可原之原味做直播 相比之下 传统媒体在时间上和现场感上都舒适了 想象一下 严谨的报道和过瘾的粗言直击 哪个能吸引大众眼球 另外 甘焕腾也曾提出另一问题 就是开放网媒采访后 一些大众所关注的采访 记者出席数量将会相当惊人 近月的事实证明 当两个人挂一个招牌就可以做记者 那已不是记者数量惊人的问题 而是所谓的记者是什么人 什么素质的问题 看这三个月的黑衣人暴动 我们发现许多不是真记者 譬如 元朗锦绣花园区议员 杜嘉伦 穿着记者黄背心 在暴动现场 踩 访 港独政党热血公民头目黄阳达挂着press 头盔穿梭暴动现场 曾经制造爆炸品 被判囚34个月 获释后的罪犯政委层 挂着记者证 就在现场不断拍摄警员容貌 中学生港独组织学生动员前成员郑康 就经常穿着记者背心 在暴动场合拍照 还有无数反对派议员助理 穿着黄背心骂警察 并帮助暴徒逃脱 当日的一念之人 造成今日媒体真假记者充斥的劣势 但传媒长期没有监管级认证 也是香港媒体黄霍的最大主因 展媒报道截图三记者拥有社会上至高无上的第四权 监察政府 监察官商 监察执法者 监察大众 却没有人监察他们 一般负责监察别人的人 原来无网管的 世上该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 但这问题 偏偏在香港长期存在 却一直没人敢触碰 常有不明修理的市民问我 记者的牌照怎考的 我说 做 记者不必考牌 你的名片就是记者证 好多人听了恶然 权力这么大的一群人 不用考核 起飞比当个保安员 水猴降更不堪 抱歉 那是事实 除了媒体机构的名片 坊间也有很多记者拿着记者证 此证何来 只要你去找反对派一个叫香港记者协会的组织 填份申请表 交五十大元 就能拿到一个记协会员证 用这个会员身份 就可以申请一张国际记者证 从此所向批米 想到哪里就哪里 想骂谁就骂谁 当然 记协会说 自己的记者证是有审批机制的 不过谁是审批者呢 原来是一般从来没有在行内进行公开投票 几十年来都是黑箱选举的一般黄思传媒人担任审批工作 其实 他们是对的 毕竟不是所有的申请都会批 像我们这种传媒人 就第一个不会批 所以 问甘梅黄祸从何而来 我想 这题目真的可以写篇论文 但甘梅乱象真的不能 在乎时 当第四权被烂用扭曲 当社会继续畏惧动容 所谓的污蔑皇帝 将会成为一种新霸权 可以姑且取名为黄记者的恐怖主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